大家好我是阿天 開始之前我們先聽一小段音樂 好這款遊戲是仙劍奇俠傳宿命然後在7月9號上線了 那因為我之後的工作關係會跟這款遊戲有那麼一點點的相關 所以說我現在會玩一下這款遊戲喔 那另外其實我也是老仙劍迷但是 我對後面的這個劇情 我自己不是很滿意的 就是基本上我大概好像玩到六七代吧但是玩到李逍遙變成 變成那個樣子 就是後期他已經變成那個什麼 鼠三派的那個掌門我就覺得那個劇情 我已經不是那麼喜歡了 好不過沒有關係啊那個我們就來玩玩看這款仙劍奇俠傳宿命看看他是什麼樣類型的遊戲吧 那今天開始的時候已經開到了我看一下 已經開了這個六組伺服器喔 那我就選這個最新的齁 S6白河村 那我們來看看說這個遊戲是什麼樣狀況 然後好像是 這個是算是屬於即時戰鬥了嗎 其實像我是手殘形玩家 不知道是不是適合我 然後還可以怎樣 有新的故事 舊的回憶 每一個角色好像都會有兩個 兩個造型吧 王小虎是二代的主角 應該一般人比較不會選他吧 然後阿努 阿努也是一代的角色 九劍仙 來看一下一個角色他除了有兩個造型之外 他還有這個兩個星法 一個是行歌 一個是大盜 看一下 九劍仙一個是 這邊圖片可能還在loading吧 行歌是遠程輸出 大盜是團隊輔助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主角李逍遙 李逍遙應該是主攻手吧 一個是杖劍 然後機動爆發 然後玉器 輔助續航 反正每個人都會有兩招嘛 那趙琳兒是補師嗎 先靈 控制高傷 靈活輸出 林月如大概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然後月落 月落是機動爆發 風輕高閃高防 好吧我們還是選主角李逍遙 因為畢竟他的那個廣告是主打說什麼這個故事是由你自己決定嗎 那我們就先選擇這個機動爆發吧 反正那個在遊戲中還可以在自由切換嗎 舊的回憶還是新的故事呢 這個不過這只是形象也應該不影響這個遊戲的這個劇情吧 好我們就用這個原始的造型進入遊戲好了 那這個遊戲 剛開始創角色的時候好像沒有讓你輸入名字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樣的類型的遊戲 開場有一個動畫的過程 我們在看完這個動畫吧 這應該是在索妖塔吧 這個就叫你去點是不是 Sunk 看來節奏很爛 所以這是QTE的遊戲嗎 要趕快按是不是 不過如果戰鬥要一直看的話 其實這樣子戰鬥也是很花時間 哇這邊是月如重傷的那一段嗎 欸又好像不是呢 劍神 死裡坡劍神喔 這個我們那個李逍遙在那個死裡坡打蜜蜂 領悟出來的這個劍神招式 請選擇遊戲視角 我 我選2.5滴好了我怕我怕我會頭暈喔 先選2.5滴好了 左手 滑動 這樣子 哇很像我在玩那個網頁遊戲 好衝啊 真的很像那個網頁遊戲喔 他這邊有很很貼心的這個旁白語音姐姐喔 普通按鈕一直點 有沒有自動啊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點點蠻累的然後是什麼大招 這類型的遊戲其實我比較沒有玩耶因為我 我手比較殘喔因為我覺得要一直這樣點其實 其實蠻累的 好點點點點點 應該是左邊的那個冷卻時間到了之後就趕快點吧 這個敵人有放招式我應該要躲 躲開那個他的那個範圍的那個地方 好過關了往左邊走 OK羅剎鬼婆 哇這個印象已經很久了 我只記得說那個時候有一些那個什麼小秘技什麼無限屬而果之類的 雷陣子 好大招砍砍砍砍砍 好結束了 移動到 沒有沒有我移動我必須要在這個這個左下角的這個圓框框這邊這邊移動 好繼續走 好法寶技能 我的法寶是劍神喔 然後呢 劍神附體了我的這個招式改變 正妹喔 這應該是新的劇情吧 是怎樣 直接把他捏爆 哇我的李孝雪不夠了 然後法寶要等60秒 魔燈亂影 閃遠一點閃遠一點是不是 不要靠近那個紅色的 喔 這樣子嗎 閃遠一點閃遠一點啊 中招了 這什麼 哇好多牛可以點喔 趙靈兒來幫我了 這是 覺醒女娃之力的這個趙靈兒 其實是新手是可以跳過來 魔王變身了 好反正就是狂點吧 技能只要冷卻時間到這邊 這是什麼 這是閃避是不是 這一個 他讓我突然衝到了這個這個螢幕的上方去 閃遠一點 不要在那個 這方圍太大 太大 我應該善用那個衝了吧 法寶又出來了 我都看不清楚在哪邊 我在這邊是不是 要離這個紅色遠一點 但是我現在是附身的狀況應該是沒差吧 可以硬幹吧 劍神跟你硬幹 然後 反正能點就盡量點 不知道手才玩家是不是靠課金之力 直接硬扛扛過 然後我將以李蕭瑤的這個身份跟視角體驗仙劍奇俠傳的原汁原味劇情 那就是偷看趙靈兒洗澡 好 那我就叫阿天吧 不知道有沒有人取過 OK好 進入遊戲了 我們看一下 阿天啊 這是他省生啦 嫂嫂還省生 裏霄陽 你皮癢啊 這沒有字幕喔 有耶 省省 你不要每次叫人起床都拿鍋呀 真的耶 這邊還有字幕 輸入時暫停 彈幕了彈幕了 我們來看一下劇情嗎 回味一下一代 開了這麼一家小小的客棧 把你拉扯到這麼大 結果養出這麼一個藍鬼 誰說我是藍鬼了 李大娘的衣服穿得好像月如喔 那個音效是不是搭不上啊 好所以要遇到那個苗族人了嗎 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該場景不支援鏡頭旋轉 我繼續走 這個劍是什麼 我這邊有個手 還要點拿起喔 裝備清風劍 這邊有個郵件 雙平台預約禮 我有預約 獲得了一個嘟嘟 領取 嘟嘟什麼東西 使用一下 時裝將在完成主線 現在還沒有還有縣禮 天天好禮 領取 綁玉150 應該是遊戲幣吧 我們再看 商城 月卡 月卡基本上就是每天會獲得這個遊戲幣吧 然後儲值 這個是遊戲幣 儲值就是用仙玉 還有養成 養成好就是大家常常見的一些商城道具 還有特殊 鮮花 好 所以這個社群機制應該是做得不錯 然後互動 哭泣 阿天一陣委屈 多人 這個還可以跟多人互動 然後拍照 還不錯 就是有很多這個遊戲中的這個小細節 怎麼關掉 左上角 還有和平 門派 自由 所以說這個是可以 就是可以進行PK的嗎 那我們再看一下技能 好多喔 逍遙劍法 天劍 逍遙劍法 好像就是剛剛 就是我們剛戰鬥中碰到了 然後看一下天賦 完成主線後 然後哇好多 卡牌勒 卡牌這做什麼 應該就是增加一些能力值吧 兌換獎勵 反正就是慢慢收集 好 我們先我們先移動吧 這個抱歉手殘形玩家 這什麼東西 香香爐 好繼續走 有點像是在玩一般遊戲 趕快把店裡收拾一下 待會客人就該上門了 還有 天都亮了 到門外去把燈籠滅掉 廢油 喔 知道了 不會 就此理 點擊切換至機能狀態 成長會會什麼 這是打敵人喔 我在打敵人然後 這是玩家嗎 玩家在旁邊是不是 點一下成長 喔這是劇情 一邊玩主線一邊可以 一邊可以獲得一些獎勵吧 好我們再繼續 然後 好複雜 回到 這個不錯喔 這個有那個任務打 你只要點一下左上這邊他就會自動幫你走了 來來來來來 這三個魔王其實不好打 當時這個第一關魔王說我打好久 問問李大娘有何吩咐 喔那我就不用用走的嗎 我只用點自動走就好了 好第一章開始了 然後再來 招待武士首領 小二 這間客棧我們包下了 不相干的人 全都給我搶出去 不行啊玩家那麼多這不好辦 依照選擇會有不同的這個這個 增加我剛點那個什麼豪傑增加100 然後獲得 看你得到不少好處 所以說 好我乖一點好了 智囊加100 加100 狹者畫像 又是什麼 我都點的好了 不然其實 打開蒸籠 他還有做這個小細節喔 這樣子 好 挑戰成功 所以說之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再看 將韭菜端上樓 已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升級至完省客戶端 即可 我應該有吧 我應該下載完了吧 好領取 一些金錢 好使用 背包還有什麼東西 小豬 使用 還不行 這什麼生涯 成就系統是不是 收集 成就令可以幹嘛 我這東西真的很多耶 一時之間 這個沒關係我們先慢慢玩好 主線走一走之後自然很多東西就可以解鎖了 好 你這小店看起來普普通通 他不要喝我們的酒 咧 這邊有一個 姚老闆 這個就是那個仙劍的那個製作人 好獲得了一些 有點小氣啊 小小小東西 見面你應該應該多一點吧 拿走酒 好走了 我那個 他的小弟怎麼感覺是 一副戰鬥戰鬥姿勢啊 好自動巡路快多了 臭藥飯的竟然賴在門口 臭藥飯的就是九劍仙 謙卑醉不倒唯我九劍仙 趕緊回家歇著多勤加100 這到底應該怎麼選 給他喝一口酒 行了行了行了別喝了 你怎麼全喝光了 好醉到是 他應該是叫他去後山坡等他吧 之類的 到客棧外取出私房酒 然後取酒應該會等一段時間吧 這個是 算是什麼 妖怪的任務嗎 打倒貓佑 可以自動攻擊 有一個好友 看一下 這什麼東西 仙劍小助手 我的好友 進入劇情了 這怪物感覺很強啊 這是怎樣 這是那個虛化嗎 有戴那個面具嗎 死神 我要發火啦 好像我也不用動了 現在都自動的 自動比較好 這樣是手殘形玩家的福利 這什麼東西 這個不能點 又沒有自動了 哪邊可以自動 打 不對啊 怎麼現在理下就已經會那個萬劍絕了 這個九劍線還沒教他 我這個理下就已經那麼強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把你的東西打壞 虛話 他們竟然拋下了你 那你以後 所以這是寵物系統嗎 收服了一隻貓幼 玉玲 打開出戰界面 這什麼東西啊 邀我錄隊啊 不好意思 我在錄影片了 我在錄新手影片 不好意思 先等一下 也是林月如耶 林月如邀請我耶 不好意思 我在 我在錄影片 我在錄新手影片 其實 其實我現在 還完全不會玩 升到最高 我一次把我可以吃的全部都吃掉 升到13級 附加技能 物防加2% 對神傷害 然後大火球 OK 還有推薦的推薦不知道是不是玩家可以寫一些評論 我們來看這個右上角的推薦 也沒有 這可能是官方的推薦的 好 不是很清楚 滿心慢慢玩就可以知道 好回來 好友 增加 這麼多 好友申請 接受接受 然後怎樣 增加增加增加 好隨便隨便多加一些好友 然後技能 我都可以升級了 這什麼東西 好我有6500 應該就是每一個都要升吧 好像你也 這個也不需要什麼考慮吧 這種遊戲應該都是能升就升吧 然後天賦 還沒有到 到那個天賦 新法切換 要到80級 還早 所以在繼續吧 領導玉靈升級 莫名其妙就升級了 成長 看一下 這個 又領取到了這個綁玉 綁玉應該是那個新手的 那另外這什麼東西 白玉靜氣瓶 這是我的裝備是不是 好 繼續 聲望稱號頭銜 頭銜應該是掛在頭上了吧 我很久沒有玩這種類型遊戲了 酒香顧客多 酒香顧客多 什麼苦修增加100 手處理是什麼 絕版做棋 笑虎 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超值城莊試劍套 這個應該是屬於新手的新手的東西吧 這個座騎是不是你一邊走他就會飛來飛去 但是他應該是沒有什麼 額外的加成吧主要是這個城莊 這什麼 找到院子裡的蜂蜜酒 好反正你點一下左上角他自己就會慢慢走 這檔子裡是什麼酒 聞起來好甜啊 這是我新釀的蜂蜜酒 特地拿來跟大家分享的 黃鼠鷹 喔來來來來來來 旺財掃 我其實前面劇情有點忘了差不多 我好像就是開始戰鬥的時候不要亂動 他就會自動打 還是說真的可以切換是不是 這邊真的是這邊 自動戰鬥周 好 這樣就輕鬆多了 瘋王 我的血怎麼會自己自己補血 不是很清楚 劇情又繼續了 喔修起來修起來修起來 好使用糯米糕糯米糕是幹嘛 補血嗎 好 那我們再繼續走快去打水 打水 這就是等時間好時間到 那我想到這個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你幾乎都不用動 他就會幫你自動動然後你就是 就是網頁的那個分頁開著然後過了一個小時之後你莫名其妙就已經升到很高的等級喔 但是這是手機遊戲你應該還是要一個一個點喔 好然後他送我一個法寶 靈木劍 他們看到我背後的劍這麼大一把 喔完美 跳上去這QTE喔 所以我要趕快按囉 這完美會不會影響到什麼獎勵喔 喔法寶 解鎖我有法寶了太好了 一開始就有劍神喔 升級 靈木劍 哇這個一開始就可以飛起來了 法寶 按太快 看一下升級 查看詳情 化身為劍神 這個什麼冷卻時間然後技能範圍七星伏魔陣 什麼上一階下一階這樣子 這個就是增加你的那個攻擊力 反正遊戲就是很多東西然後 會一直不斷的加成你的攻擊力 好兌換獎勵 戰場爭霸 可兌換 這什麼東西 技能超路輸 這應該是升級技能的 茶葉蛋 增加 增加血量 這一下是多少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多萬 還有這個小玉琳丹 增加修為 然後這是 算是貨幣吧 遊戲就慢慢點吧 然後法寶還有什麼可以點 要把他升到滿嗎 好吧 升一升嗎 反正剛開始 應該是只有這個法寶吧 圖鑑也有 很多紅點點可以點 合成 這什麼東西 拼圖 這是要幹嘛 這樣子嗎 還有小遊戲 所以這樣子可以怎麼樣 圖鑑解鎖 然後呢 修行增加 這樣增加什麼東西 查看列表 啟動獎勵 好合成 現在這個還算是比較簡單的 挑戰成功 這可能會增加我一點點屬性吧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 獲得小玉琳丹 然後我們再繼續成就 近期獲得這個 領取成就令 成就令可以幹嘛 看一下背包好了 一個一個看 成就令 要到30級喔 解鎖 解鎖空位 好全部都使用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這樣子我的那個背包的空位又增加了 排序 OK 點取領獎法寶功能開啟福利 好領獎 使用好使用使用 所以我可以飛起來嗎 他不是說我可以飛起來 我應該要怎麼飛起來 騰雲架物 我要怎麼飛起來 看看喔 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是跳躍 上位擁有坐騎跳 所以他可以他可能可以到一些地圖的一些上方的位置喔 好沒關係這個我們到時候再玩了這邊是切換這邊是切換這個這個狀態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解主線任務 我現在修行是29029010這個應該是那個戰鬥力吧 好他變身喔 變身喔 你怎麼變了這猴子出來 要做什麼 喔這怎樣 合體嗎 門派 我突然變成一隻猴子 所以勒看一下 好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公會吧 好申請加入 不合不符合條件喔 還有什麼 凌雲格 我已經加入了是不是 每天記得每天來簽到 好簽到抽獎 所以加入門派之後還可以每天來抽獎喔 看中哪一個 門派貢獻5個 看一下生涯 成就 第一次加入門派應該也有成就吧 顛沛琉璃好獲得了這個這個稱號 或許是掛在頭上吧 然後勒 變成了圓妖 再到正外去 任務很多 所以前面的這個怎麼講進入這遊戲應該就是你先把這個任務走一走吧 然後 他以為我們是我們是朋友了 全妖怪都普及人話啦這個翻譯舉落 好 這樣子 去拜見雲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法寶 應該還有很多可以點 想要和我釀 要開打了嗎 好開打 好 施放法寶技能 喔開場就有劍神爽 自動戰鬥 阿天的陣法 這個新手戰鬥應該都不是問題喔 臭猴子 吱吱 他也不是老大 他已經寫元王了 所以他也不是老大 綠岩 沒關係繼續自動戰鬥 好自動戰鬥中 順便點好友 這個娜娜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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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現在戰鬥 好我們要繼續55連擊56連擊 這邊好有一個人在幫我打他是誰啊 紅顏 紅顏什麼 我的血好像不多了耶 是不是有很多人幫我一起打 還有什麼 鯊魚辣椒 蟑螂惡霸 這是劇情的角色幫我嗎 不是很清楚 優秀 誰打敵人的時候都會有些QTE的這個過場嗎 不錯喔 畫面跟音樂搭配起來其實是蠻好的以手機遊戲來講 好擊敗巨妖又多了一個這個這個任務了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什麼 那個時妖是綠岩一直把我們當侯子 我耍是圓妖不是猴子 小屋邊上 好 就真的很像那個網頁遊戲的那 那個樣子喔就是 不知道大家那個有沒有玩過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其實現在也是時代的眼淚啊 現在大家都是玩手機的所以說網頁遊戲就慢慢的視為喔 好騰雲按鈕 線上獎勵 就是你就 每天上線慢慢就可以獲得一些禮物 是縣禮嗎 還是兌換色 太多了 是 線上獎勵 在這個地方喔 可是這是哪邊 福利 線上獎勵 累積10分鐘 20分鐘 糖葫蘆 60分鐘 所以說你至少每天都要上線60分鐘 糖葫蘆可以幹嘛 補血 應該不急著使用吧使用錢就好了 每天都要至少開著手機上線60分鐘領20個那個 20個那個遊戲必有 學習幻靈之法 幻靈功能 喔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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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來了 抽卡抽卡 免費幻靈 這可以洗手手抽嗎 黑無常 白無常 紫色的 好不好 看一下玉靈鹿 這個應該是屬於藍色的吧 然後再次紫色 喔再次金色 還有這個 所以說我抽到的是大概手抽普普通通吧 附加技能受人傷害減扁加5% 好啦好啦就是反正新手也是這個樣子嗎 那這個幻靈是需要這個這個叫什麼 萬寶福 萬寶福 200個可以買一個 十連抽必出成品玉靈 好吧不知道新手會不會什麼什麼時候可以送你10抽 玉靈手 換零手記 換零說說明 成品的機率是13.1% 然後絕世成品是1.4% 所以十連抽的話必出一個成品好吧那就只能存囉 好 不好意思 傷成萬寶福75折 所以這個是每周周一的5點重置還可以買20個 那就是要慢慢存遊戲幣 然後又有很多可以點 法寶啊玉靈啊之類的 然後感謝最最到勢的這個幫助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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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典的劇情 叫你那個去後三波 然後他會教你這個第一招 我去找個預見數吧 天地氣愛酒 愛酒不愧天 但得酒中去 物為行者傳 噗噗噗噗噗走掉 回去找李大娘 所以OK我大概知道是這樣的遊戲就是真的很像是網頁遊戲 那我不知道說 我講網頁遊戲大家 大家有沒有玩過 因為這個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就是怎麼講一開始就在玩手機遊戲的人可能對網頁遊戲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在手機那個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那麼怎麼講呢大概是在 也是大概在七八年前吧那個時候是網頁遊戲最盛行的時候 那這種類型的遊戲就真的很像網頁遊戲那種流程喔 我這個人的造型怎麼怎麼這麼跟跟遊戲不搭 孔靈江明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幹嘛 喔沒有沒有這是Loading喔 這是哪一代的巨型啊 怎麼突然切到這邊了 有一點 我點的 我怎麼點的沒有效果 我是不是切到什麼畫面啊 不能點 是怎樣 我是不是切到什麼畫面然後 有什麼東西遮住啦 我都不能點 與伺服器斷開啦 要這樣 難怪我想說奇怪怎麼都不能點 好吧 那我想遊戲就介紹到這邊了 又來一次 網路太爛了 好再試一次喔 如果影片斷掉我就 我就不錄了 因為那個我的手機大概是最多錄到三十幾分鐘 他就會自動斷掉 好我們再來看看 看這邊好飛來飛去 優秀啊我點的太慢了 完美應該是最好的吧 一出現就要趕快點 好怎麼突然故事切到這邊來喔 好自動戰鬥鐘不管他了因為應該新手戰鬥的話血量應該都沒什麼問題喔 薩摩 薩摩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到時候就會畫面上花花的一堆的按鈕什麼手廚啊 活動啊不拉不拉的 我說這類型的遊戲啊到時候你就看到畫面上有很多個小小按鈕 然後有很多的事可以做這樣子 好這個插摩血只剩下一條了 貓又永遠守護著主人 喔 相當貼心啊 告訴我 柔兒在哪兒 你永遠也別想找到他 你 你啊 混賬 掌騎士息怒 在下有一季 不僅能除掉江明 還能趁機將鼠山派以去鎮除 你有何妙計 速速說來 是這樣 你也聽我說 嘿嘿嘿嘿嘿 果然妙計 若能滅了鼠山 當即投工 喔 這下有好戲看啦 師兄 終於找到你了 掌門為了勸你回頭 這個是哪一代的劇情啊 有點忘記 什麼 師傅他 把柔兒打入了索妖塔 柔兒 你等著我 我這就來救你 突然從九件聲音 然後切到這邊的劇情喔 鼠山故事 聽聽魚大仙還要說什麼 當年就是因為用了我的平安符 鼠山弟子才能 點擊成長按鈕 打開成長會卷 喔 所以說這個魚大仙就是要介紹這個屬於仙劍的一些故事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對酒當歌獲得一些綁玉 我現在只想要10連抽 好然後再到魚市場去找魚掃 好所以這個遊戲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所以手機效能也不能太差喔 還有去碼頭上釣魚 好 還有釣魚的這個機制 我們最後就以釣魚來作為一個結尾吧 希望我的手機還可以錄到釣魚結束 什麼好點 然後呢 喔我看到了 釣到一條鯉魚 四斤的多寶魚喔 好再繼續釣 我的耳有19個 好丟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小遊戲 然後你花時間可以獲得一些小寶物 好在這丟 OK好三斤的石斑魚 進行巡路將打斷釣魚OK好 所以沒事還可以來這邊玩下釣魚喔 好再次買菜 菜飯罩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脆脆 這什麼東西 好自動戰鬥中OK自動戰鬥最好 好阿努跑出來了 喔我們要跟阿努打耶 哇 有人中了這個成品玉琳 下面都會有那個什麼恭喜什麼什麼玩家怎樣的 然後誰誰誰打開了什麼寶箱 獲得什麼東西 賀成膠之類的 好我們擊敗了阿努OK 好